哈囉大家好 我是林冠 我有全新的官方個人頻道 叫做林冠說說看 歡迎大家跟我一起來說說看 也歡迎大家訂閱 分享 按下小鈴鐺 年代向前看 向前看年代 大家好 我是林冠 歡迎我們忠實觀眾跟粉絲 掃描QRcode 訂閱年代 再向前看YouTube官方頻道 我們看這個禮拜四川普跟拜登 準備辯論高盛現在評估 美國總統大選最大的變數之一 就是關稅大戰 那這一個關稅大戰 可能引發超級經濟戰爭的同時 美中之間事實上軍備競賽 現在美韓勇敢之盾 重兵仍然集結在西太平洋 而且西太平洋包含了南海跟台海 事實上美國現在也是非常強硬的 而美國副國務卿卡佩爾 事實上在公開的談話當中表示 台灣只要有事 供應鏈有事 保證是全球經濟大蕭條 事實上台灣的這一個晶片跟供應鏈 引發各界高度關注 包含美國知名的記者訪問台積電的時候 他寫了一篇專文 他說他在半島體廠看到神的一面 好 這是美國記者形容台積電的神機 但是同時國會現在的濫權 各界高度關注科技的機密 到底會不會因此外洩 特別是中國對台灣的滲透 以及掌控非常的綿密 包含今天自得時報獨家追蹤報導 新華社的記者直接指揮台灣的特定新聞台 政論節目 那新聞台政論節目到底是不是染紅出賣台灣 中美的記者為什麼可以直接在棚內盯場子 那新聞台製作這樣配合中共的節目 到底適不適任 能不能夠持續的經營管理媒體 都引發各界高度關注 而中國對於台灣的攻擊 還包含各式各樣的駭客 這裡頭微軟也提及 台灣的光電公司跟特定的人臉辨識公司 都是指標的標的 而另外一個部分 在國內的政治的攻防 後續觀察的是罷免大戰 後續會有哪些影響 我們待會好好聊聊 好 今天現場要請到六位特別來賓 第一個好朋友是彭孝大哥 大家好 再是世間委員 你好大家好 大家晚安 再是民團的代表許貫哲 大家好 再是吳坤裕 大家好 再是張藝善 大家好 再是周惟航 大家好 好 我剛剛講喔 美國今年呢 這個總統大選呢 各界高度關注可能帶來的變化跟變數 這個禮拜四川普跟拜登 準備要進行第一場總統大選的辯論 高盛最新的研究報告 包含了國際間的關稅大戰 很有可能是未來經濟跟科技發展的主軸 而關稅的大戰之外呢 各界高度關注的是科技大戰 事實上美國副國務卿坎佩奧也有公開的談話 好 韋航剛看到的是美國副國務卿印太沙皇卡佩奧 他在外交論壇當中公開談話 他說台灣的半導體供應鏈子要發生狀況的話 全球一定面對經濟大蕭條 好 這個台灣如果發生戰爭會有什麼樣的影響啊 其實過去許多商業的分析機構已經做出各種不同的評斷 從什麼92%到至少20%大家都提出一個不同的預估值 那由Campbell說出來呢 他是副國務卿啊 布林肯下面的頭號人物之一 好 那他講出這樣的話 當然只是再次的證實的 第一 拜登一定是最在乎台海之間的 這個特別是一直延伸到印太 印度太平洋 整塊地區的戰爭衝突以及潛在風險 在他談話中呢一樣釐清了這個相關區域的衝突 雖然提及了北韓等等其他的地方 但重點還是在於中國的態度 中國在東海南海等地不斷的發起一些挑釁的行動 再在威脅什麼不只是所謂戰爭和平的差異 而是全球精進發展 和台灣作為亞太的關鍵樞紐啊 重要性我們自己當然非常清楚 不過隨著坎貝爾的談話呢 顯示洋人們也不得不正面來看待 正面認知這樣台灣的重要性 好 那當然提到坎貝爾這樣的談話 最近啊 沈棟就是這個 以前幫溫家寶處理錢的人 後來2015年逃出來 因為段海鴻被抓 然後沈棟就自己想辦法逃到英國去 他寫了一本書叫《紅色資本》介紹 中國的這些太子黨到皇上 大家怎麼去處理相關的這個錢的洗錢財物的部分 好 那沈棟分析啊 同樣台灣呢雖然外部有危機 不過未來十年應該是東亞最燦爛的星星 理由有三 第一 文化傳承啦 作為這個傳統中國文化的這個傳承者 台灣又有自身的多元文化 在東亞是這個排外性相對是比較低的 再來就是地緣政治關係 就是剛好在處在這個位置 也不是說我們願不願意 我們就是處在關鍵 島鏈的最關鍵的位置 往上有往北 有韓國日本 往南就是菲律賓以及南海 我們就卡在這中間 如梗在喉 好 那再來是台灣並不是空殼 而是有龐大的製造業 這一個又串連到剛剛康貝爾的談話去了 就是我們不只是因為地緣的位置 而是我們可以拿百分比出來說話 我們拿技術實力出來說話 好 講到這個技術實力出來說話 這個美國的這個科技的這個網路新聞 Wired 那他的作者 Herb Nam來不斷的發信 希望能夠專訪 這個就是去台積電有參訪 那當然他要專訪他要訪劉德英 那申請了很多次都沒有過 但最近終於成功來訪了 那他的報導呢 他添入點還蠻妙的 除了介紹台積電資訊上面的優勢之外 他說好像在這個半導體的工廠 看到了神的面容 Face of God 因為劉德英特別用聖經裡面的那個真言是去說 這個把事情藏起來是神的造化 把事情揭發出來是人 人就要去做的努力 好 那當然了 到底是看到什麼神 他當然是講說台積電儲體這個奈米級的 就是原子級的 這個這麼小的東西 那當然你要想像自己是像原子一樣這麼小的人 很難想像 大家都知道台積電的確是有信仰的 看那些乖乖就知道了 還有那個靠得住 機台上面都有擺 像這類型的台積電 他原則上已經不需要再去介紹他的綜號性 這只是提供了一個新聞上的切入點 然後美國說 居然還有這樣的切入點 這麼高科技的公司 這個還有宗教的信仰 那實際上 他寫這個標題很妙 不知道的人以為這個是宗教雜誌 其實這個是知名的科技雜誌 他已經說到就是已經進入神的境界 神的領域了 這個如果是真的稍微略懂一下 半導體製程你就知道就是說 那個已經不是單純的學理問題 有時候真的就是 這個科技最前端的一切除了運氣之外就是 就是很神秘嘛 就是有時候就是事就能成 好 那接下來呢 大家要看到就視角轉回國內 賴清德的記者會談話 他有一個重點啊 就是為什麼要釋憲呢 他就直接搭上了進來的 包括從黃恩勳以來的 半導體 AI 半導體等等 他說不容許我們的企業經營環境有所變化 也就是說因為之前國會改革法案 可能有暴露重要高科技資訊 之餘過去我們都講 國防的相關機密 其他的一些啊 重要的比如說軍事相關機密 但是這一次他直接就是把 視線議題跟高科技綁在一起 這個當然大家就相對比較有感 這也讓洪孟凱就會蹦蹦跳了 因為現在民進黨就是揪著洪孟凱說 你之前你去這個質詢的時候 去要這個台積電等半導體廠 在地震過程中的受災的比例 有多少人家說是機密 你又要 之前在要的時候傳過水無痕 但現在民進黨一丟出來 大家話啦 很多人說這會不會跟股票下跌有關係啊 好又跟視線 綁起來當然洪孟凱就非常緊張 從他的緊張就可以看出來 他自己也覺得事情大條 原本他可能只是想蹭 想要總統 但不管怎麼樣現在人都懷疑說 如果真的 國會調查員出來 相關的企業被你綁來立院 他就不是一個國科會在前面擋著喔 現在有園區國會就擋在前面說 喔這個東西我不能給你 這是企業的機密 那如果以後直接把企業叫來 企業會不會直接把這些數字丟出來 大家都知道地震之後的那些災損啊 通常都是企業自己報上來 包含國科會就如實紀錄 他是不是真的有這樣的災損 因為有一些業界傳人都是平常壞掉的片子 先留下來 等到地震一次爆上去 但不管怎麼樣 現在的狀況就是 如果人家產生了這樣的懷疑 那你國民黨就要花更多的精力 去解釋這種懷疑 我打個岔 洪孟凱哪裡的 就淡水的嗎 淡水有半導體廠嗎 沒有 洪孟凱在做什麼選民服務 幫誰服務要機台機的機密資料 我覺得各位觀眾朋友 各位手上有台積電股票的股民 各位喜歡買台灣電子股 科技股的股民 你們自己想清楚 洪孟凱的選區又在淡水巴黎啦 那裡沒有一座半導體廠啊 沒有什麼機台受損啊 那機台如果有受損 當然是這個晶圓廠嘛 那洪孟凱沒事要這些資料 是為誰而要 是幫什麼選民做服務 所以他被懷疑幫中國選民做服務 也是剛好而已啊 嗯是 他如果在台南或者在高雄 譬如說南部地震的時候 還會關心一下 欸這個地震的災區啊 那某種程度還可以理解嘛 對不對 可是如果是 如果是選區真的有半導體廠 都知道他那個人家是自己恢復是最快 因為他們的管理效率 比外面的那些路燈都還要好啊 所以實際上半導體廠其實不太需要你的care 除非他們真的出來說 欸我們碰到疫情 他們的自己恢復的運轉的能力 自己去處理災變的能力 通常比你政府要來的好 所以政府都事後去收 如果你們真的有什麼相關損失 我們之後再看 用什麼方式去給你們一些相對應的補貼 這個樣子 所以實際上洪孟凱 這個東西要嘛就自作聰明多問 要嘛就是你一腳踩進的馬蜂窩 所以現在呢 這個馬蜂窩會不會隨著其他的相關爭議 越踩越大 這個就是你國民黨在休馬當時 你自己沒想 現在就必須要出來好好承擔的部分 這一回合確實各界高度關注 中國對台灣的零零種種的灰色地帶作戰 好昆宇剛剛確實喔 這一個還特別提到喔 中國對台灣的影響喔 也包含了社群媒體跟資訊的認知作戰 對這個我們從坎貝爾談話來講 坎貝爾的講話裡面呢 他講了兩樣事情 坎貝爾那個講話其實是他研究過的 那是美國政府的政策 因為我們在評估做戰略評估的時候 常常在討論一個事情就是說 敵軍意圖跟能力 這是兩個不同的類別 他有沒有意圖他可能很強大 但是他沒有意圖來侵犯我們 那另外一個是他有意圖侵犯 但是他沒有能力 這是兩個不同類別 那麼能力情報跟意圖情報 那能力下面又怎麼去評估呢 一個叫技術 那一個叫數量 有些事情 那個像以前那個德國戰車 澳戰的時候德國戰車做得很好 但是他只生產五百輛 美國的戰車平平 那雪曼戰車平平啊 生產五萬量擠都把你擠死了 這能力就科技 就技術跟數量 他其實是一個乘數關係 那坎貝爾剛才講說 講的事情就是說 為什麼把美國把中國視為最強大的地人 第一個在能力上面 他既有技術又有數量 然後而且他在行為上面他有意圖 去侵犯其他所有的人 而且他見縫插針 欲動灌水 這個是讓美國不堪其擾 這是跳起來的一些原因 好剛才的這個報導又提到了 這個中國在對台灣的各方面的 那這種什麼灰色地帶啊 生動 那灰色地帶其實我們講很多 可是我們之前講的灰色地帶 都是什麼 其實還是可見的 剛才的報導中間 如果再看一遍的話 你大概會 那個要去注意 我們有一個它叫做Visible跟Invisible 那它其實我們今天所討論這個題目裡面 絕大部分都是Invisible 那Visible的東西 就是我可見的東西呢 它其實是什麼 像什麼海警船來騷擾 共機來騷擾 我還算得出架數 架次啊 算得出時間啊 然後可能幾次幾次 可是我要跟各位報告一件事情 在看不見的戰線上面 那無時無刻都在進行 兩岸早就打了一團混亂了 那而且這是在任何的地方 那包括輿論的宣傳 那這個還有另外一個更可怕的 叫做網路 那跟駭客 那跟這種資安的部分 還有另外一個叫做情報 喔 資安的叫做 叫做物理情報 喔 技術情報 那麼這個什麼 這個另外還有一個叫人員情報 就是我從 為什麼我要去抓軍官啊 你沒有發現老共對於黃埔系統 特別有興趣 為什麼 因為要打仗的時候 我要靠軍隊來幫你打啊 那我把你的軍隊的意志 全部都都弱化了以後 國共戰爭就這樣打贏的啊 然後對 然後要麻瞎指揮 要麻就是整隊投降 所以他對於這方面的情報工作做得很深 而且是無時無刻不再做 而且是兩岸關係和緩的時候 他們做得特別凶 因為那更好做 你不要沒有防備 所以大家不要以為說什麼 兩岸關係和緩 我們就會比較好 告訴你沒有這回事 好 那麼接下來就講到今天一條新聞 好這個 那個猛報做了 聯合報做了很大 然後就說台灣的資安啊 美國有一家公司 你知道 叫RF 簡稱叫RF 它叫資安公司 他說這個台灣 台灣這個有這個70多家公司都被盯上了 好 裡面還有光電公司啊 有光電公司啊 有這個什麼 人臉辨識的技術公司啊 還有很多學校啦 然後巴拉巴拉巴拉 然後一大堆 然後而且 他現在對於台灣的 發起的這種網路上面 駭客的供給 是前所未見的多 而且他這個公司呢 那據說據他們查 那其他公司呢 應該叫做 紅色朱利業 嗯嗯嗯 那個 那個不是有首歌叫什麼 非常朱利業 那紅色朱利業說 據說這個組織設在哪邊呢 從IP這樣子查 他應該是在福州 所以他估計說 這個在福州的單位呢 是有政府 那特許的 因為他都是透過什麼東西 透過VPN VPN那個企業的 那個專詳玩 專詳網路 專詳網路 然後這個 特殊服務呢 然後這樣子翻牆翻出來 翻出來到其他國家去 所以以中國查網路之嚴密 然後那個網路長程之嚴密 你沒有中國官方的准許 你不可能玩那麼久 嗯 那所以他估計說 這個單位又設在福州 又有這種特權 所以他很可能是中共官方贊助的 他來對台灣做這些工作 跟這些攻擊 但他舉的這個只是其中的一個例子 那麼事實上 在他這個公司舉的例子之外 有成千上萬個攻擊都在進行 那就要去回去看 微軟的 那個數位防禦報告 好我看這個亞洲的就好了 好 他22% 跟大家想的不一樣 22%是教育機構 為什麼攻擊教育機構 因為教育機構學生都在打電動啊 那打電動好去套取帳號啊 套取帳號以後 他還有教授 教授跟政府有合作 還有專案 可以藉由他們的帳號 進入了政府去竊取資料 好 那麼這個是中國 國家級戰 數位防禦報告裡面 國家級贊助的間諜活動 反映了政治目標 那他的政治目標是什麼 他就是台灣 最主要是台灣 第二個是什麼 馬來西亞 另外還有一個是什麼 是叫 這邊沒有看得很清楚 那個叫印度 這就是他的攻擊的方式 那麼這些東西其實 那在台灣來講 2022年 惡物戰爭發生了以後 國安大衛都有注意 有開始去做資安的處理 但是太慢 而且人員訓練也不足 這個是去年裴洛西來的時候 我們的台鐵 這個被人家中國駭客進來 那後來當然官方的說法是說 這個事情是因為那個可能 下包廠商買了中國的那個顯示器 他那個電子零件買什麼 我覺得這是推託之詞 那所以我覺得說這個事情呢 在資安方面 我們應該去跟微軟或大公司 比照烏克蘭的規格 因為我們也等於跟中國 是在暫時的狀態 好那我請教義上 中國對台灣的這個攻擊跟影響 不僅僅是網路平台 今天媒體也驚爆 特定新聞台的政論節目 直接讓新華社的記者 進到棚內盯場 那事實上呢 這一個新聞台的經營者跟媒體老闆之所以 做出這樣的決策 主要的原因是交換了在中國的投資利益 沒錯今天看到報紙馬上嚇了一大跳 全部驚醒起來 為什麼這麼講呢 因為在根據今天的自由時報裡面的報導 有一個資深媒體人爆料 爆什麼料呢 他說有一個抄著中國口音的男子 跟電視台每天每週開一次會 訂了每天所謂的政論節目的主題 包含議題包含標題 所謂的標題就是我們可以看到現在主持人 後面的出賣台灣新華社指揮台灣新聞台 這樣的標題他都要管都要開會來管 甚至是每一個政論節目名嘴的腳本 甚至他會在現場盯場說張一善講的不夠好 張一善傾向台獨 所以下次不要請張一善了 這些東西幾乎就是一個電視節目 政論節目製作人的工作 而這個製作人是誰 這個製作人後來他這些所謂的電視台的員工 跑去查了之後發現竟然是新華社的記者趙博 而新華社只屬誰 只屬中共的中宣部 所以這個是有史以來台灣第一件 你說中國所謂的紅媒 滲入台灣至少還會尊重台灣的製作單位 這是第一次直接是指揮台灣的電視台 指揮台灣的製作節目 指揮台灣的所有的政論節目 必須要按照他的腳本來演出嘛 所以已經違反了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第33至1條裡面直接寫的 我們是已經有法律規範這一塊了喔 這個規範就是說我們不能跟中共 來製作相關的新聞節目 而如果製作相關的新聞節目 你就違反了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嘛 所以這個事情一爆發之後 大家就開始猜測到底是哪一個政論節目 目前的線索有一些 叫做老闆是女性 他在中國的投資利益為交換 而且是一個代賬節目 這是其中一個線索 另外一個線索說老闆只好做土地開發發大財 那中國土地開發不完 好不管 就這兩個老闆 對就這兩個老闆 有可能這兩個節目 普通老闆 來我說明我對這個新聞很有感 普通老闆怎麼可能放外人進聖棚丁棚 你不要說新華社的記者 你阿貓阿狗外人都別想進 所以易善這實在是很離譜嘛 普通的政論節目怎麼可能放任何外人叮叉 對這其實就是為了商業利益 直接給中共指揮 直接給新華社製播的一個政論節目嘛 我們先不要推特這個政論節目是誰 NCC第一個一定要強力的介入調查 進行行政調查嘛 而且我打個岔 這根本國安單位要直接查啦 沒錯因為NCC還只是行政單位 然後電視台還可能造假一些文件跟報告 事實上國安單位要直接監控 怎麼可能放一個新華社的記者到新聞台的攝影棚叮叉 這很離譜耶 這真的很離譜耶 你各位跟我錄影的時候 我們樓下的警衛都還審核你們身份耶 那你們是真的我們交出來的來賓 所以你們才能進這個攝影棚跟我錄影耶 還有你們的言論如果莫名其妙都會被我剪掉了 在這裡我承認我是很強勢的主持人跟製作人 可是他怎麼可能一個新聞台怎麼可以放給新華社的進來控場 然後指揮下令要怎麼做 也難就新華社的人壓根就是這個新聞台的大老闆嗎 對所以他已經是自己知道已經要出事了 趕快跑掉 所以趙博這個人已經出境了 但是新聞NCC要硬起來 陸委會要硬起來 未來新華社所有的記者申請應該都予以取消 應該予以不準嘛 因為你已經犯規一次啊 我要更講的更嚴格的是說 不只是新聞的自由的問題 NCC的問題而已嘛 包含整個國安單位 美國早在七年前就知道 中共是如何透過你的媒體自由來進行滲透嘛 所以美國在七年前 國會就已經提出說要 美中經濟及安全檢討委員會裡面 提出說中國的國營媒體 涉入間諜及宣傳活動 應該要求中國的國營媒體 在美國的員工要登記為外國代理人嘛 所以美國定了一個叫做外國代理人法 什麼叫做外國代理人 就是這些來台灣的記者 所有的行蹤包含你的身份 包含你的所謂的住址 包含你的財務 都必須公開透明的跟美國政府交代 這個叫做外國人代理人法 來控制甚至是美國的聯邦調查局 針對這些人 尤其是中國的這些人 都予以監控 予以看他們有沒有進行所謂的犯罪行為嘛 所以台灣現在雖然是媒體自由 連中國的媒體都予以高度的自由 可以來申請來入台 但是未來對於中國這些媒體的記者 是不是應該予以監控 因為畢竟對台灣來講 最大的敵人是中國 而中國對於台灣的滲透一定勝於美國嘛 所以未來立法院裡面 要不要也增定所謂的外國人代理人法 尤其針對中國的媒體的這些前來台灣的人士 都應該予以監控跟監督 好我請教彭校大哥 我對於新聞台喔 這麼墮落喔 甚至可以出賣到國家利益喔 我基本上是很憤怒的 因為事實上我是非常熟悉新聞頻道這個行業了 我在這裡工作主持了十多年 各位觀眾朋友 你現在看到的新聞台在Cable TV 從49台到58台 說穿了它是特許行業 它不是阿媽阿狗都可以開新聞台的 不是說你買兩架機器 你搭一個攝影棚就可以開了 你如果可以開環球時報早就來開了 新華社早就來開了 央視早就來開了 鳳凰網 鳳凰網後面那個劉長樂 都被當作是中國大外宣的 這個其中一個解放軍軍系的外圍 如果可以開的話 他們全都來開了 他們全都來開的話 台灣還剩下什麼 台灣就完全向香港向澳門了 現在在香港在澳門可以經營的 都是中國直接或間接掌控的 那同樣的台灣的新聞台的老闆 如果有人要換取中國的利益 非常容易 喜歡買土地炒土地的中國 土地特別大 喜歡做生意的中國給訂單 講率不好聽的 新華社的預算搞不好 置入的特別多 搞不好那個報價特別厲害 那他新華社的人直接進場 指揮一台新聞台的政論節目 這適可忍孰不可忍 我覺得我們國安單位 司法系統都要徹查 是 這個記者是一個很特殊的行業 這個說實在 長久以來 記者是間諜的最好掩護的身分 以前蘇聯時代 塔斯社 就是一個很有名的例子 塔斯社是個通訊社 但是呢 KGB的這個間諜 很多都是以塔斯社記者的名義 還有真理報 同樣的 新華社 跟人民日報 現在還 後來還有什麼 香港的文匯報大公報 裡面很多 表面上是記者 都是跟鄭苗紅 對 你記不記得我們講 秦剛 傅小田 都可能是 兩面諜 或三面諜 對 可是他保證是 中國的諜 跟中國的人 對 所以說 1990年的時候 香港 新華社的副社 這個分社社長 叫許家屯 他當時 就是 中國在香港的地下總督一樣 後來他叛逃到美國去了 中國罵他罵死了 因為他那個時候的位階相當於部長級的 所以 除了剛才我們講的那位趙博以外 還有一位 大家 在電視上常會看到的 這個臉臭臭的 叫什麼 陳兵華 最近的發言人 國台辦最近的發言人 他除了國台辦發言人 他除了國台辦發言人以外 他是什麼國台辦新聞局的局長 他從2001年 在台灣開始當新華社駐台記者 當了10年 然後才回去 回去以後你看 那是算不記者嗎 新華社記者嗎 但是 轉身 就變什麼 匪幹 這就是匪幹嘛 而且局 局級的 算是已經可以算是 這個進入高幹之列了 所以當初他 基本上 大概是 這個大學剛畢業 受完訓以後 他第一次來的時候 27歲嘛 27歲 大概副科級 10年以後 回去大概是副處級 然後 晉升到現在 政局級 很正常 所以不要看 哎呀 這是記者啦 啊什麼 現在啊 101大樓有一堆的啊 啊什麼各省 駐台聯絡處啦 啊什麼 銀行 駐台的什麼 你相信這些 啊是這麼簡單嗎 對不對 啊 以中共的歷史 所有這些人 沒有一個是簡單的 按照過去兩蔣時代 都叫什麼 匪諜啦 那我問你喔 新華社的人都是挑過的 新華社的這一個叫趙博的 進來台灣工作 這是他新華社 目前為止 在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下的 其中一個部分 可是我要討論的是 新文台的老闆 新文台的長官 管理人員 為什麼要把自己的平台 放給新華社 像我陳寗官我就不會放啊 對 蛤 你看哪 就是說這件事情 也值得討論喔 何以什麼新聞台 你可以接受 新華社的記者 進來指揮你的人馬 好 而且在棚內叮燒喔 我覺得這個新聞台 也值得檢討喔 啊新聞台的長官 也值得檢討喔 如果執照被罰 如果公司被查 都是剛剛好而已喔 是啊 你跟我就算發通告啦 我講的句不好聽 我上次發過一個王治安啦 外界懷疑他廢別啦 我會天天發王治安嘛 不會 對 我是某一集討論了 然後 讓王治安講了他的其中一個說法 然後結束 我如果懷疑 因為我每天發一大堆人 我如果懷疑某個人 他後面的政治背景複雜的話 我就會降低他的通告 但是我承認我作為一個平台管理者 就好像我不是吳俊士一樣 這個攝影棚可能有病毒有病菌 但是我還是可以管控的 我不會讓他蔓延嘛 但是他是新華社一個記者 演藍變成政論節目的製作人大老闆來指揮喔 這是完全截然不同的概念 傅昆琦不是帶了17個立法委員去見王滬寧嗎 對 在選舉之前 我就觀察到國台辦已經實質跨變成國民黨的地下黨主席了 因為他控制著金流跟資源 國台辦常常是直接叫某個台商說 欸那個誰表現不錯你去照顧他 他們就知道要抖內了 然後呢普通的立法委員 其實你的資源會有限 所以你討好國台辦你可能因此得到了一些你平常得不到的資源 所以為什麼傅昆琦帶17個立委 那17個會跟著去 因為那17個自認為他跟去之後他會得到照顧 不然他沒事去當傅昆琦的小弟幹嘛 好 這是國台辦實質不管是資金不管是資源 可以直接跟間界控制台灣的政治人物 同樣的啊 新華社 新華社後面一定也有預算嘛 預算之外一定還有利益嘛 一定是相當龐大的利益的交換 嗯 才會使得一個新文台的經營者 願意讓新華社的人進場來叮捧來指揮嘛 對 所以說 剛你剛才講的這個啊什麼贊助立委這些 這要出階段啊 嗯 這是最出階的為什麼最出階的 所以他的手就像香港一樣 他的手直接控制媒體直接控制立法院了嘛 現在立法院至少有一批人是聽國台辦的 是不甩朱立倫的嘛 朱立倫那個黨主席已經快變花瓶變空殼了嘛 頂多可以控有他直接嫡系的幾個不分區立委嘛 你看他區立委哪幾個是乖乖聽朱立倫話的 所以說看啊 你從這一兩年來國台辦的那種指揮國民黨的那種口氣 那種姿態 我告訴各位 我們完全可以想像 在台灣有幾個頭頭 不會是一個 是幾個頭頭 直接指揮的 就像這個趙博一樣 趙博是被一個資深媒體人把他給揭發了 否則的話 真的啊 攝影棚一關誰曉得裡面發生什麼事情 而且你要知道喔 政論節目製作主持都是台灣人喔 對啊 就是說前台的代理人是台灣人啊 但是他照著他的意思做啊 是啊 就某種程度跟我們的立法院一樣 立法院表決的都還是中華民國選舉下來的立法委員 可是高金素梅講的是我們習近平 是啊 所以說這個就是 高金素梅他 他他戰役的是他的習近平欸 對 所以這真的是台灣的悲哀啊 真的台灣現在啊 變得是匪諜的天堂一樣 沒有哪一國的情報人員可以像在台灣這樣子 公然 毫不避諱 對不對 為什麼能夠這樣子 因為 即便在你的最高的民意代表機構裡面 可能就有一大堆的啊 所謂的啊 外國代理人嘛 這件事情為什麼讓我生氣跟憤怒 傅康奇如果帶團去日本 齁去西班牙 去英國 去美國 這些人沒有人設對我們設飛彈 對 隨便他帶什麼團 嗯 他帶去北京的 不好意思北京成天對台灣軍演 對 北京對台灣不懷好意 北京對台灣設飛彈 北京成天說要留島不留人 北京成天海峽中線他就要穿越 嗯 就是說今天很多東西這個社會大家要釐清嘛 中國是不是敵國就是敵國 對 所以互不隸屬就是互不隸屬 這種通敵行徑真的值得你尊敬嗎 就台灣社會你真的接受這樣的國會議員嗎 他今天如果去日本去西班牙去英國去美國去加拿大 我都不會有意見嘛 因為那些國家沒有飛彈朝我們這邊設嘛 對啊 所以說今天這種狀況 坦白講我們也遇到很多的這個 呃我們節目的一些的這個粉絲 常會覺得啊真的欸 其實很多人都很在意 不要以為說台灣人不在意啊 只是很多人他沒有管到沒有機會來抒發啊 啊 緊鄰直想啊 嗯 你以為大家都傻瓜嗎 看不出來你傅昆群是搞什麼鬼嗎 啊 看不出來國民黨的一堆的立委是搞什麼鬼嗎 不要把別人當傻瓜 嗯 你把別人當傻瓜啊 其實你就是最大的笨蛋了 嗯 因為說實在這個事情 我們可以想像 在台灣有人專門看立法院的那個啊 啊 那個視頻嘛 啊 然後啊 沒事啊 真名做這幾號啦 對不對 所以你看國民黨的很多立委啊 啊 在那攝影機前面 賣力的表演 對不對 為什麼 留上好紀錄啊 嗯 留給誰看啊 啊 他不是給他的選民看欸 啊 因為對他來講啊 我們習近平 才是他心中的主 好 時間委員怎麼觀察 欸 您管 你看美國那麼民主的社會 嗯 你看美國這兩道黨 共和黨 民主黨 他們平常 他們之間的競爭 那有時候甚至可以用鬥爭來講喔 嗯 那他們有時候輪流執政再朝再野 那不管民主黨 共和黨 他們兩邊兩個黨 鬥得多厲害 爭得多激烈 但是 提到他對付欸 應對 他們國家共同的敵人的時候 欸 他們 立刻團結一致 嗯 你看他們這一次 他們欸 自從這十幾年來 發現中共 啊 意圖不軌 意圖這個 聯合 俄國 北韓這些邪惡走心國 來對抗我們自由世界的時候 意圖竊取 美國這些高科技 商業機密的時候 那美國人家他們 不管再朝再野 不管民主黨 共和黨 他們就欸 結合在一起 嗯 一致對外 一致抗中 你看對中國的政策的強硬 欸 兩個黨一個比一個強硬 而且他們兩個黨 在同時對抗美國的敵人的時候 他們是團結一致的 絕對沒有第二個聲音 絕對沒有第二個聲音 所以 這一件事情 讓我們看到我們台灣 我們現在所身處的險境 比美國還要險惡喔 美國至少 他是全世界最強大的國家 不論經濟 國防 各方面的實力 高科技 他們都是全世界第一 連他在第一名的世界領導級的國家 他對抗他的敵國的時候 都那麼小心翼翼那麼團結了 更何況我們台灣 我們跟中共 只有一條台灣海峽之隔 喔 這麼近的 最短的距離二三十公里的時候 欸 我們竟然可以這麼大剌剌的任由在野黨 喔 任由他們 只要他們一在野啊 欸 他們就變成小媳婦一般 一定要找他的娘家 欸 就哭訴 就找中共 喔 所以這個是過去國民黨 這幾十年來 最讓人家瞧不起的地方 過去國民黨 從他們的創黨者 到他們永遠的總裁 欸 蔣總裁的時候 甚至到最後一任的蔣總統的時候 至少他一生的執事 他就是反共 嗯 而且他們很堅決 他們甚至連過世了以後 他們都有交代他們家族 就是說欸 他不會說啊 那落地歸根 那他回中國去 他不 他們不 喔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人的起碼的氣節 那你在野黨也要有在野黨的氣節 剛才我們節目一開始在說 侯孟凱 欸 他講那些他要台積電說 啊 四月升到地震以後 你的災害程度有多大啦 你要多久能夠復原 他用這個像政府要這些資料 這個喔 我簡單兩句話 這個台語講叫做 不要假扮啦 三百在假現費啦 欸 你又 你對這些高科技這些事業 你截單不懂 不懂 你完全沒辦法幫上任何的忙 而你要這些資料 要這些幹什麼呢 欸 多久來復原生產線 這當然是一個重大的機密啊 而且我打個岔 我認為他幫別人要啦 喔 對 不然他洪孟凱是懂得經營管理晶圓廠是不是 受害到什麼程度 這怎麼可以讓你知道 然後多久復原欸 這可以看出 欸台積電如何有怎樣的備份 怎樣的人力 喔 這當然 這當然是個機密 這不僅影響到股價 影響到商業價值 這還影響到他整個台積電的機密啊 喔 如果他是很快速的復原的話 喔 那你就知道喔 他的備品多少 他的備件怎樣 他是從哪邊取得 所以這 這些資料 不干你洪孟凱的事 即便你是在經濟委員會的話 你也不該要 你該監督的其他我們 欸 經濟的政策 政府如何推行的這一些 這種個別企業 尤其高科技 護國神山 企業機密 這個 不是任何立法委員 甚至部長 院長級 可以隨便去透露的 所以我認為 從這個就可以看出來 現在在野黨的心態 他根本 只要他一在野 他就不視為 他自己是我們台灣的一份子 我希望在野黨 那大家都可以多為輪流嘛 喔 我們執政 我們有時候在野 那大家學一學美國的精神 美國那才是徹底的自由民主的精神 就是說平常我們競爭 甚至偶爾鬥爭這個都OK喔 但是在面臨敵國威脅的時候 我們應該一致對外 那一致對外 你再朝再野都要付出代價 付出互相的吞倫 那就成如美國國會那句話 自由不是免費的 每個政黨你都要付出代價 這一些代價就是 第一點叫你不懂的立委閉嘴 第二點 絕對不能隨著敵人的歡呼聲歌聲起舞 第三點 對於敵人他們的文攻武嚇 不能做任何注視的動作跟行為 那像這樣子有那樣子新華社的記者 能夠進到台灣那進到電視台 我都覺得那不只是電視台 他們的製作人老闆要負責 我認為這是不是在政治上 有特定的政黨用政治力量讓他們進來 否則這如何當初如何透過國安的檢查 國外記者來到台灣 他們也是要透過一些基本的調查 這是不只台灣 這全世界各國都一樣 所以是不是有特定的政黨 已經在幫中共 在幫這些以假借駐台記者的名義 幫助他們來台灣 這些部分我覺得這次國安會 應該要徹底調查清楚 好那冠澤事實上 這個公民團體 現在能然是反對濫權 那下一個階段怎麼看 我想最近的狀況就是 總統已經提出了說他會申請大法官的憲法訴訟 那也會做定戰狀態的處分的申請 那我覺得在已經到這個階段了 我們要向藍白喊話說 不要再去挑戰或是羞辱大法官司法院的權威啦 因為總統其實同一個時間他也已經把這個爭議的法案給公告了 也公告施行了 那他也依法說他依照他的職權提出憲法訴訟 那我們認為啦 行政立法有一些矛盾衝突 這個很常見 那我們把矛盾衝突交給大法官來裁決 這應該是一個憲政民主法治的國家 要能夠接受遵照的原則 我們公民團體我們會去說 呼籲行政院要提出復議啊 呼籲立法院要懸崖勒馬 但我們從來不會說呼籲大法官要要致重 這是基本上對一個司法權大法官一個最最基本的應該尊重 那我接下來談就是說從這場運動過了一個多月 現在算是告一段落 有些事情在結束之後可以做一個回顧啦 我談公民社會跟NGO以及公民社會跟政黨之間的關係 首先我讓大家看一下這個圖片 是我們在6月20號這一天開場記者會的一個畫面喔 那大家可以看到說舞台上有非常多不同的關東旗幟 這些都是有參與的這個反國會濫權的部分的NGO團體 那我想很多的很多的網友觀眾朋友都很好奇說 為什麼台灣的NGO可以這麼快速的動員起來 因為只有民主國家才能夠包容NGO的各種倡議的行動 開記者會罵政府集結講座 只有民主國家可以包容NGO 我們在這個運動之後我們要來倡議的說 台灣其實應該要能夠建立一個是超越團體 超越黨派的公民社會公民組織的集結 那現階段看起來就有一個組織叫做台灣公民陣線 那我也有姓氏裡面的成員的一個成員喔 那這樣子的超越組織跟黨派的公民團體 應該在台灣面對主權民主威脅的時候可以挺身而出 他沒有其他團體的包袱 好 我們稍後回來